我們繼續來看 今年大家對這個行情 都是有非常大的盼望 覺得後世可期 那麼2萬點 其實很多投信投顧 都有講到這個數字 融化跟我們一起來看 這個時間點 若我們期待有一個 2萬的一個大行情 比較保守一點點 我們想要兼顧成長 跟風險的控管 你會怎麼建議大家來投資 剛剛來賓有講到 對高股息ETF有一些疑慮 所以有很多人會現在流行做什麼 自主ETF 所以自主ETF就是自己買進股票 然後分批買進 自己主那個功力也要很夠 對 所以說 如果說你想要自主ETF來講的話 首先你要掌握三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也就是說 這個公司的股價不會有個什麼 特別的大幅度的波動 就不會暴漲暴跌 然後第二點就是說 這個公司的配息是穩定的 然後接下來來講的話 最好也能夠兼顧賺到價差 所以如果符合這三個原則來講的話 我們為我們的投資朋友 選出三支股票 第一支股票就是洪泉 洪泉做一個飲料包材瓶蓋 所以它比較不會受景氣的影響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可能也是它的旺季 洪泉這家公司來講的話 今年的一個 毛利率應該可以達到21% 所以說它算是一個不錯的公司 毛利率也很穩定 那這家公司來講的話 我們怎麼樣去計算它的一個 合理的價位跟買進點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目前我們看財報已經公布前三季財報 我們如果想要知道它預估它今年整年度 大概能夠賺多少錢 那我們可以把去年的第四季把它加進來 然後做一個推估 所以說我們把前三季的一個美股盈餘 把它列出來 再加上第四季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估出說 洪泉搞不好今年可以賺到8.05對不對 8.05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整個來看的話 我們看洪泉最近這兩年的一個本益比來講的話 它的最高本益比是來到18.76 最低本益比是12.54 所以說我們看看 從這個最低本益比12.54 剛剛我們算是8.05來講的話 100.94是什麼 可買入的價位 我們知道說大概第三季財報是11月中的時候公布 所以我們看看11月中的時候有沒有這個價位 對不對 它的最高本益比18.76 如果我們從8.05去乘以18.76來講的話 151塊 也就是說洪泉這家公司的股價 如果靠近151塊的話 可以做一個賣掉 它的一個中間值 它的一個最高本益比跟最低本益比 就兩個加起來除以2對不對 就是12.54 合理來看15.65 合理來講的話就是125.98 好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股 好 我們看看最近股價 我們剛剛算到100多塊有沒有 現在是在偏高了 你看 這邊是不是100多塊 所以我們剛剛算的時候 最低可以買進的價位 就剛好在這個位置點對不對 現在來講的話就有點偏高 130幾塊 140塊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說在第三季財報公布的時候 我們算出來可以買在這個位置 現在來講的話稍微有一點偏高 整體來看我們看它的一個OVB 能量潮來講的話 我們看這邊的能量比較低 這邊的能量比較高 那代表說從11月到目前為止來講的話 其實資金是不斷的湧入 所以說它的股價是慢慢慢慢的推高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可能後市還有機會再繼續往上漲 OK 好 所以這個價格我們就等它 拉回 回檔 回檔到125塊 靠近125塊的時候 大家可以再觀察一下 對 另外一支股票我們看廣達 今年應該是AI概念股 很多人寄予厚望的 對 AI概念股裡面 血統最純正的也就是廣達 廣達我們也用我們剛剛的 本益比的高低比較法 來做一個推估 我們看它前三季的一個 前三季的賺的這一些 再把它去年第四季把它加上去 去做一個推估來講的話 我們估出 近年可以的9.96 9.96我們看它的最近兩年 它的最高本益比 最高本益比35倍 最低是9.38倍 對 因為它是去年起來的 對 所以說你看我們 好 最高最低把它算出來 現在93點是 這個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也不可能 但是這個有機會 如果是 輝達的股價如果上來的話 這個搞不好有機會來到354 你看我們看它的中間值 就是最高加最低除以2的中間值 22.46的話是223.7 這個去年其實有到 而且200以下都出現過 對 200以下都出現過 所以你看我們看它的股價 有 去年這邊就是200塊以下 對不對 而且它是在12月了 所以這個應該買得到 買得到 所以說現在來到這麼高的一個 價位來看的話 相對來講的話 風險稍微高了一點 等它拉回到合理的223的時候 再來進場會比較好一點 好 給大家一把尺 有機會到350嗎 350 如果說 輝達的股價能夠繼續往上衝的話 它就有這個機會 輝達往上衝 感覺也滿合理的 對 今年去場是這樣 對 聯電 聯電最近的消息也是滿多的 然後整個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聯電 聯電前三季是滿賺錢的 如果把去年第四季再加進去的話 5.12 這賺這麼好 它的股價反而是不太上得來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 我們如果也是從它的一個 最高本益比跟最低本益比去做推估 那最高就是84 不太可能 不是 不是不太可能 就是說 短時間之內比較難達到這個價位 那你說31.27 這個也比較少 那我們看它合理的股價在57.9 那現在是在低於50塊以下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聯電的股價如果在50塊以下來講的話 都算是一個比較偏低 那它比較有機會回到這個什麼 合理的股價57.9 所以大摩給它的一個目標價是60塊 那基本上大概是從它的一個本益比這邊去推估 我們推到57.9 所以大摩給它60塊 那所以說 基本上目前它偏 這個合理的股價是偏低太多了 所以它有機會 再回到這個合理的股價以上 所以我們看看最近 你看 我們看最近的一個 這個股價都是在50塊以下 基本上我們看這邊 只要低於50塊以下買的話 長線基本上都不會吃貨 因為低於50塊買的話 你看這邊來得到55塊 現在也是低於50塊 所以如果說這種股價 股票來講的話 做純股 長線持有 在50塊以下長線持有 基本上應該也是賺錢 也是不會虧錢的 OK 好 給大家做參考了 好 謝謝仁華哥 我們現在現在所有的來賓 其實可以看到2020年 真的是充滿希望的一年 那麼大家選擇非常多 包括ETF 包括債券 包括各股 或是自己的ETF基金 或是買主動型基金 其實真的是琳琅買目 大家可以好好來做選擇 我們把握一下 今年這個好的機會 機會卻留給準備好的人 我們做好功課 迎接嶄新的一年吧 祝福大家早日財富自由了 拜拜 太神奇了 快樂 就會被詐多了 深呼吸 然後去看 快樂 進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